國慶大典觀禮台上民眾黨立委黃國昌 塞好手機揪團來自拍 但自己拍的角度似乎不夠好 上前找來一旁的禮賓接待人員幫忙合影 巴西立委笑得很開心 但似乎忘了柯文哲深陷弊案 國慶大典無法出席 慶程會還是為柯文哲留下位置 但看看位置排列 卓舞台區前排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一旁是民進黨秘書長林有昌的位子 緊接著就是柯文哲座位 不過字條上貼的是台灣民眾黨 並沒有直接寫上柯文哲姓名 給大家照一下 巴西為了展現力挺 阿伯就連服裝都特別準備 白褲搭配上印有正義拳頭字樣的白色上衣 配上國企和柯文哲競選期間的 KP徽章 聲援柯文哲 柯文哲主席經常告訴我們每一位成員 我們要把國家利益 至於政黨利益跟個人利益之上 八位台灣民眾黨的委員 全體出席就是要展現這樣子的精神跟價值 說要展現團結價值 但黃國昌和民進黨團一味之格 宛如褚和漢界 完全零互動 而總統發表談話時 堅持國家主權不容侵犯並吞 一旁賓客忙著鼓掌 黃國昌則是雙手暴凶傲視台下 白衣稱出席國慶是展現對國家的愛 但一舉一動常在細節裡 三連續的周圍是馬月魂台報道